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羽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Joyal Embiid 究竟还要怎么做才能影响年度MVP的肯定 那么是说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Joyal Embiid近几个赛季的表现其实都非常出色 但本季的表现不管是出席率 又是对于比赛的影响力 很明显是更剩余前一两个赛季 本季场均能有33.5分 10.2篮板 4.1助攻 1.1超球 1.7封盖 也使得他本季依旧是年度MVP奖项的热门人选 有更比赛 就真的能感觉到他对球对攻防两端的影响力 更别提 场均33.5分也是目前联盟中的得分王 而这仅仅是传统数据的部分 如果我们翻看高阶数据的部分 其中PR是31.18排名第二 不可取代45.1排名第三 胜利贡献值10.1排名第四 这三项数据也是MVP奖项很常会拿来做参考的依据 所以不难看出 Joyal Embiid本季的表现真的是极为出色的 更别提示在这一组数据的背后 在场均出手17.5次能命中10次 命中率54.1% 三分场均出手3次能命中1.1次 命中率35.4% 以及发球场均出手10.9次 命中10.2次 投篮命中率85.4% 这些对大个子球员而言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字 Joyal Embiid的表现即使不提这些数据 相信大家也知道他绝对是欺怒人对目前最重要的战力 可更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他教出如此好表现的同时 还能带领球队赢球 东旭虽然在交易大线以后不及吸取来的竞争 但想在东旭打出好的战机 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像是熊鹿队 绿山军 其实对于甚至尼克最近的表现 都是东旭不好应付的球队 在Joyal Embiid的带领下 七路人队的战机目前是46升22败 其中组场26升10败 客场20升12败 当地震东旭的球队也有27升15败的战机 就算有球迷会觉得这也包含Jem Sutton的功劳 但以双合要带出这样的成绩 也非常不简单 毕竟绿山军即使是双合 熊鹿队与Chris Middleton这样本季也算是双合 但不可否认的是 76人队的团队战力确实没有他们来的强势 所以目前东旭第三 全联盟排名第三的成绩 这个战机是非常给Joyal Embiid加到分数的 更别提这样的战机 如果他们是C区球队 也足以让76人队战上C区第一了 站稳成为夺冠热门球队之一 要知道寄出的时候很多媒体 甚至球迷都不看好76人队本季能是夺冠热门 毕竟开机前五场是一胜四败 所以那时候大家对76人队的看法 就是前六名的季后赛球队 但不一定是夺冠热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 Joyal Embiid真的是把76人队带到了开机时 大家认为他们所做不到的 这一点相信也是他为什么值得迎现MVP的一点 可能当我们聊到本季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 我相信Donovan Mitchell和Damian Lillard 各别单场砍下的71分 若是Luka Doncic 60分大三元 或是最近Stefan Curry对阵雄鹿比赛命中的最平三分 然后封盖的Jewel Holiday将球队带进加时赛 然后加时赛还一个人扛起了整支球队 这些都是蛮逆天的表现 Joyal Embiid本季虽然没有砍下70分或是60分大三元 但也不少逆天的表现 比如2012年11月13日对阵爵士的比赛 在上场37分中单场59分11篮板8助攻7封盖 然后前一天还在对阵老鹰的比赛中 得到了42分10篮板6助攻 若是2023年2月23日 老徽熊的27分19篮板6助攻6封盖 仅提到的这一些 甚至不包含一些决胜球或是逆转胜 但同样也不输给刚才提到的那些逆天的表现 但对于比赛的主宰力 个人是觉得数据没有办法很好的完全反应出来 因此如果在录MVP的时候 即使最近的Donovan Mitchell Damian Lillard Luka Doncic甚至Stefan Curry这些球员的表现是很抢眼 但Joyal Embiid寄出 甚至集中的表现也不能忘记 Knowledge会觉得这里顶多聚Luka Doncic 本季比较有机会去竞争MVP 这里这些球员继续有亮眼的表现 也不会对他影响MVP造成威胁 更何况Joyal Embiid和他对比是有不少的优势和加分项 如果真要论 或许Nikola Jokic是他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我们就来看看Joyal Embiid本季对阵Nikola Jokic的表现 本季决心队和七路人队一共要交手两次 目前是已经打了一场 下一场会是在3月27号 两位MVP任何人选本季的第一次正面对决 最终是七路人队拿下了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是非常精彩 因为两位中锋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球风 很明显 Joyal Embiid一对一的进攻破坏力 在得到47分的同时 还能有18篮板5助攻3超球2分盖 并且这一组数据的背后 是全场31投18中 超过50%命中率拿下的 效率上不可思议 在团队帮助上那场比赛Joyal Embiid 也没有Nikola Jokic来得多 那场比赛全队没有一个人得分是超过20的 最接近的就是James Sutton的17分 而反观Nikola Jokic这一边 全队加上他一共只有3个人得到了超过20分 其中Aaron Gordon也有18分 当然这里不是要说Nikola Jokic的能力 不及Joyal Embiid 毕竟全场24分 8篮板9助攻 投12中8也是很好的表现 然而这里只想要强调Joyal Embiid的个人能力 真的非常强势 可能有球迷会讲Nikola Jokic的个人能力也不差 本季长军大赛 也是另一种带领球队的方式 况且这一场比赛 绝境队能有这么多人得分超过15分 正是展现出了Nikola Jokic的能力 大家要知道 MVP这个奖项是不必去顾及别的群人 因为证明MVP热门人选 而打出的好表现 这是一个更看重个人能力的奖项 简单来讲 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个人的角度 比如证明群人以个人能力带领球队的战机 证明群人以个人能力场军数据 证明群人以个人能力对球队的帮助多少等等 而组织串联联 这当然也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 只是这个的前提是对轮体有一定的要求 也就是团队战力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相比Joan B和Nikola Jokic 这么个本期争夺MVP的部分是比较处下风的 因为熊路队的团队战力真的太强势了 更简单的方式理解 虽然队的团队战力是没有决心对来的后 这也是Joan B本期比起Nikola Jokic所拥有的优势 那么目前来看 明显MVP奖项的排名中 大部分的业内人士 媒体甚至球迷都还是很看好Nikola Jokic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Nikola Jokic的高阶数据真的是没有办法挑剔 PR排名第一 不可取代性排名第一 胜利贡献值排名第一 加上除地战绩也是西区第一 全联盟第四 说真的Nikola Jokic到现在而言真的是影面比较大的 也因此 Joan B是排在了第二位 但是Joan B能一下年度MVP的重点在哪里呢 首先就是场均得分 是要比Nikola Jokic多了8.8分 再来就是防守端 这实际上也是Nikola Jokic比较难克服的 不管是封盖或是操球 甚至整体的防守影响力 但就如大家知道的 Nikola Jokic目前是场均大三元 而两人的球阶战绩也没有差多少 加上高阶数据实在太无敌了 所以Nikola Jokic才会如此被看好挑战MVP三连吧 但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公平 因为假如是这样 那这将会是Joan B被Nikola Jokic 抢走MVP的第三个赛季了 2021年一次 2022年一次 而今年风向上来看帽子也是如此 20-21赛季 Joan B成功带领球队成为东区排名第一的球队 同时场均能有28.5分10.6篮板 但最终联盟还是将MVP帮给了Nikola Jokic 尽管绝境队的战绩是比七路人队少赢了两场比赛 然后21-22赛季 Joan B率领了七路人队 排名东区第四 Nikola Jokic席区第六 但MVP奖项还是再次被Nikola Jokic赢下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Nikola Jokic是没有帮手的情况下带领球队 并且高阶数据真的太离谱了 但一名群人如果连续两个赛季都赢下MVP 要挑战三连霸即使高阶数据和目前战绩 都有可能为他加分 最大的困难绝对会是审美疲劳 而且最近绝境队是处于连败的状态 而七路人队是连胜的状态 这会不会影响到Nikola Jokic赢下MVP呢 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会的 但就像前面9MB的部分 必须要强调MVP是一个看整机的奖项 而并非颁奖前处队或是球员的状况 所以只要后绝绝境队还能赢比赛 这个影响不会太大 所以以上这么看下来 相信大家都明白9MB本集有多强 并且Nikola Jokic 为什么会是他竞争MVP奖项最大的对手 那么9MB能做些什么 让他更有条件去让票数都投给他呢 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就是球队战绩还需要再往上冲一点 目前全联盟最好的战绩是雄鹿队 而七路人队和他们离得不是很远 所以只要七路人队的战绩可以赢过雄鹿队 这会是9MB第一个加分点 也就是会因为战绩而放大他个人能力的优势 然后数据上 他必须要往自己的强项去做延伸 那就是提高产权得分 我知道球迷一定会说已经产权33.5分 但9MB的助攻速是不可能超越Nikola Jokic的 所以产权得分如果可以来到36分 加上战绩 然后防守端又比Nikola Jokic来得强 再加上Nikola Jokic在投票的部分 可能会出现的审美疲劳 9MB理论上会是比较高机会能赢下MVP了 但必须要强调 如果这样思路9MB能赢 主要不是因为Nikola Jokic连续两戒以后的审美疲劳 他个人的部分是真的有能力的 而假如能赢下 那他会是自Ella Iverson2001年的MVP奖项以后 第一位能赢的MVP的76人队出源 或许我个人都一直是支持Nikola Jokic赢下MVP 而本季虽然他的高级数据确实还是很离谱 但私心真的希望9MB能赢一次 这或许也是一种审美疲劳吧 毕竟如果本季再赢不了MVP 未来9MB还要做多少才能赢下这个奖项呢 好的那么关于9MB究竟还要怎么做才能赢下年度MVP 大致上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9MB和Nikola Jokic 大家觉得谁更值得本季以下MVP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了要求 让我找到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也不妨点一下 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